一星期一本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生活就像列车 偶尔及驰 偶尔及沙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忙碌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做好的计划荒废了 想去的地方到不了了 想要去见的人 见不到了 越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这才渐渐感悟到 人生的这三个真相 越早知道越好 一 生活过的是心态 塞缪尔说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视之 它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它 它也笑着看你 世间万物 有舍有得 若你等闲视之 自然宠辱不惊 笑看亭前 花开花落 但若你心心念念 则难免庸人自扰 平添几分烦恼 据说中国著名国画画家 于仲林擅长画牡丹 有一次他妙笔一挥 画了一幅 栩栩如生的牡丹图 一位商人看到后 立马花高价买了回去 洋洋得意地挂在客厅里 商人本以为 这幅大作会得到别人的赞美 没想到有人看到后去大呼 不吉利啊 商人不解 那人说道 你看 这张画中的牡丹 有一朵花正好 画在了边缘上 只有半朵 而牡丹代表富贵 缺了半朵 岂不是富贵不全吗 商人一听 顿时觉得自己买错了 惶惶不可终日 几番辗转难眠后 他千方百计地 找到了于仲林 要求重画一幅 于仲林听了原由以后 哈哈大笑 他提笔 在画幅左上的空白处 写下了四个大字 富贵无边 他解释道 牡丹代表富贵 缺了一边 不就是富贵无边吗 商人顿时转优为喜 又喜滋滋地 把画拿了回去 其实画没有变 变的是人的心态 心态不同 观点有变 境遇也随之变化 就像同样面对半瓶酒 不同的人看到 会有不同的反应 悲观的人 会摊摊手 跺跺脚 叹一声 哎呀 只剩下半瓶了 而乐观的人呢 看了却会高兴地拍拍手 真好啊 还有一半呢 生活其实哪能一执一帆风顺 毫无波澜呢 关键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态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曾经说过 玫瑰就是玫瑰 莲花就是莲花 只要去看 不要去比较 如果我们总是想着 要和别人去比较 就会觉得这也不够 那也不好 哪怕前面是康庄大道 亦会心惊胆战 恍若 阔独木桥一般 而如果我们学会用平常心 去看待万物 乐观一点 豁达一点 那么哪怕是一朵小小的花 也能让我们感受到 满天的春光 人生到处知何似 英似飞红踏雪泥 何妨放宽心态 潇洒前行啊 二 感情要的是心安 有句话说 感情里心动会让你喜欢上一个人 但是心安却可以让你爱上一个人 一段真正持久而又保鲜的感情 要的是心安 就像林语堂和廖翠凤 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再也没有分开 可是廖翠凤并不是林语堂的初恋 17岁时林语堂爱上了同学的妹妹 陈锦端 第一眼看到她 林语堂就沦陷了 锦端姑娘生得奇美无比 然而由于陈锦端的父亲是厦门富商 而林语堂家境中落 门不当户不对 最终 林语堂被介绍给了陈家隔壁的姑娘 廖翠凤 当时廖翠凤的父母也坚决反对 但是廖翠凤却坚定地说 穷怕什么 我爱的是她的财 是她的人 我不怕她穷 林语堂感激这个姑娘 不嫌弃她的贫穷 结婚当天就把婚书烧了 她决绝地说 婚书是离婚用的 我们用不着 以后的日子 两人如若发生争吵 林语堂就总是上前 轻轻捏一捏太太的鼻子 说几句幽默话 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太太喜欢的时候 你要跟着她喜欢 太太生气的时候啊 你不要生气 两人相濡以沫 一直恩恩爱爱 哪怕后来 陈锦端仍然与林语堂一家 保持往来 但是心安的廖翠凤 却能不以为意 甚至她还能当着孩子的面 大谈林语堂当年的那段情史 电影 其实它没那么喜欢你里 有句经典的台词 要是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你 他是不会让你悬着心的 一段真正美好的感情 绝不会让你整天提心吊胆 更不会让你如履薄冰 相反 爱你的人会照顾你的情绪 懂得你的感受 给你满满的爱和温暖 在你生病的时候 他会陪在你身边 给你倒热水 送羹汤 在你生气的时候 他也会给你讲笑话 会给你陪不是 让你的脸上重现笑容 在你悲伤的时候 他会给你宽厚的肩膀 让你有一个依靠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好的感情 会给你漂泊的心 一个停泊的港湾 三 人生活的 使心境 采根坦说 此心常看得圆满 天下自无缺陷之世界 此心常放得宽平 天下自无险测之人情 这句话是说 自己的内心 常保持平和圆满 世界也就不会残缺不全 自己的内心 常保持平和豁达 世间也就会少了 阴险诡诈 一言以蔽之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世界 取决于我们拥有 什么样的心境 有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从前有这样一个人 经常有事没事 就跟别人生气 终日闷闷不乐 别人关心他就问他 你为何生气啊 他皱了皱眉头 叹了口气说 别人欺辱我 但我又无力去报复 所以 我觉得很烦恼 那人听了 告诉他有一个方法 可以帮他去报复别人 不过 这份方法有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在伤害别人之前 需要 先伤害自己才行 那人听后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学会这种方法 去对付别人 结果可想而知 哪怕他最终报复了别人 他终究 还是活得不快乐 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人 不都在重蹈 这个人的负责吗 明明知道 动怒会伤肝 还是忍不住想发火 明明知道 忧伤会伤身 还是动不动 就哀声叹气 到头来 丢了芝麻 赔了西瓜 有句话说 人生有多少计较 就有多少痛苦 有多少宽容 就有多少欢乐 人活一世 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如果我们总是 对过去看不破 忘不了 放不下 我们就很难得到 轻松和自在 相反呢 如果我们宽容一点 谦让一点 留三分余地给别人 我们的天地 就会宽广许多 寒山问时德 说世间有人 伴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石德听了淡淡地说 只要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何必耿耿于怀 何必渊源相抱 是非自有曲直 公道 自在人心 当我们的心宽广了 世界 自然就大了 人活一辈子呀 看似时间很长 其实也很短的 该做的事 还没来得及做 该爱的人 还没好好去爱 与其花时间 在不值得的人 和事身上 为什么不看开一点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呢 如烟往事 俱忘却 心底无私 天地宽 真正决定 我们这一生 如何活的 其实取决于 我们自己 生活 看开一点 感情用心一点 人生 看淡一些 让自己的余生 用心爱 好好活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赏心情 晚安 祝你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